我是谁的替代品吗 怎么突然这么说话啊 小云哥 那次你说 你的好朋友从国外回来 然后让我充当女工女 跟你一块跟他们吃个饭 那次过去以后 发现他们看我的眼神 好像是有故事 我以为是我多想了 可是我们走的时候 其中一个朋友告诉我 说我长得特别像 女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我问她是谁 然后她没有多跟我说 就笑了笑 我就没有再追问 其实我已经远到很长时间了 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叫做 问一问一问 他跟你这么说了吗 我给你看个东西 一张照片 对 你看一下这张照片 跟你讲得像吗 是挺像的 但是她比我漂亮多了 这是谁啊 这个是我的初恋 你的初恋 对 这已经不在了 不在了 那不喜欢小伙伴 我不知道 没事 我去救你了 我怕我把它忘记了 所以一直把这个照片放在我手机里 我换过四部手机 都没有把这个照片删掉 我和她是从大学开始 我们就一起谈开了 一直感情特别好 直到十年前 我们马上结婚了 一场意外 让她永远的离开了我 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她 小伙伴 你不知道是这么个情络吗 你也别太难过了 你是一个有情有意之男的 你女朋友 我的初恋 如果知道你现在 一直在想我 我相信她也会 很开心的 对 我家里的人 还有我身边的朋友 给我介绍了好多很漂亮的人 但是我一直都无法接受她们 直到那天晚上 我在田家底下遇到你 当时我特别沾海 就像那天聚会 我朋友见到你 他们跟我一样的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你们长得实在是太像太像了 不好意思 小伙伴 如果我知道 她已经有去世了 不过我 你这些事了 没事的 我已经过去很多时间了 你那不仅仅是长得像 不仅仅是外貌 她也像你一样 活活善良 又几乱 所以第一次我见到你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特别的清晰 像还说 可能 Floor 男孩子 是不是 我 也不是 他也有 资料还有生活用品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疗养院那边我已经联系好了 这两天咱们就可以过去了 还专门配备了针对阿姨近情的护理事 是吗 太麻烦你了 我婆婆做到这个事以后也挺开心的 她觉得如果她进了疗养院以后 就是我可以去学习 然后自己的事 谢谢你 那就好 孩子学校那边的手续也快办完了 这么快吗 对 这样孩子九月份上小学啊 就能去城里上去 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感激你了 就这么多事了 过几天跟我去河南新公司那边 正好新员工培训 你就跟我过去学一学习 学习完了顺便帮我打理一下 打理生意吗 对 不行吗 你必须行 要相信自己 你肯定行的小可 真是 找幸福 特别小可 又想不想和一样 在想你 咱们 咱们